好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根据这项法案 美国政府将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 惩治行为包括限制他们的签证 以及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目前这项法案已经交付白宫 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之后正式生效 与此同时 美国驻华大使伯卡斯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 表示拒绝有中国特色的人权 关注目前仍被关押和被失踪的人权活动人士 并且质疑中国政府对于法治和人权的承诺 那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对于促进中国人权遏制腐败有什么意义 这项法案在美国成为法律之后将如何运作 它如何帮助中国人权工作者 维护自身权益 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践踏人权的政府官员产生震慑效应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 我们邀请两位长期致力于推动这些法案的人权活动人士 来讨论这些问题 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 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 韩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大家好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skype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杨建利博士 他是这个美国人权团体公民力量的发起人 但是杨博士呢现在我们跟他的连线呢还没有接通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voachina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这个我们今天的专题讨论 那韩博士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它的来龙去脉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文件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文件呢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一个里程奔式的这样的一个立法 那么它是在最近呢刚刚通过美国国会 这是在美国国防授权法里边的这个一个项目埋在里头 差不多这个法案呢 这个在国权授权法差不多3000多页 这个法案是埋在里头之一 但是这个法案是经过了差不多三 差不多五六年时间来推动 这个法案呢它的前提就是 它实际上建立在以前这个 麦尼茨基这个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 麦尼茨基法案的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那么当初呢就是因为这个麦尼茨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俄国的律师 俄国律师呢当初呢是在帮一个叫做一个英国 在俄国这个投资公司工作来审核一些账务的情况 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呢 他在2006年07年的时候就发现啊 这个俄国的一些一个犯罪团体和这个政府官员勾结 把这个英国那家投资公司的这个税钱 交的国家的税收的这个钱 两亿三千万的这个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一笔资产啊 一笔这个钱呢 通过退税的方式把它贪污了 这个设计这个人员呢 差不多有六百六十多个人 六十多个人 然后呢这个律师麦尼茨基在监狱里面 被抓到监狱里面 在这个受到酷刑 最后死在监狱里面 那比尔布劳德 这是他的这个以前的老板 他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愤怒 就希望呢为他主持伸张正义 然后就在美国国会啊 游说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制裁 针对俄国 针对这个案子 这个这些腐败官员的 和一些犯罪这个这些罪犯的这样的一个法案 那现在呢很多人权 在那个通过之后 2012年通过之后呢 很多人权人士就认为 这个可能应该把它向全球推广 全球推广以后呢 那么人权这个人士啊 活动人士手上就有一个新的武器 来反对 来这个制衡 所谓的这个这些人权施暴者 这是他的一个出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的那看来呢 这个这是一个扩大了的这个人权问责法案 是的 那么现在杨坚利博士的这个视频连线呢 我们已经接通了 太好了 我们就请杨坚利博士发表看 杨博士你好 杨坚利博士你好 我们知道您领导的这个人权机构 叫公民力量 长期呢都在推动这项法案 那么请您简单谈一谈 您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 为什么要为制定和推动 这项法案而奔走努力呢 刚才这个联朝已经把这个法案的历史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实际上这个法案简单的来讲 就是对全球的人权侵害者 主要是这个政府官员 他的这个侵害人权的行为和腐败行为 进行制裁 制裁呢简单的讲有两个内容 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允许他到美国来 就是不发放到美国来的签证 不能到美国来这个旅行 另外一个就是冻结他在美国的这个财产 实际上呢从这个中国进入WTO以后 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 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 越来越缺少一个杠杆 就是希望能够推动他的进步 但是缺少了一些有力的工具 那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呢 法案呢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 就是对那些人权侵害的这个个人 他不是对一个政府 就对个人进行这个制裁 那实际上对个人的制裁呢 更加有效 因为每个这个官员他就会感到这个非常害怕 就对自己的行为啊就有所约束 所以有了这个工具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 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侵害的一些个人官员 有的进行制裁有的进行威慑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中国的人权这个进步啊 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好的那么刚才杨坚利博士呢 他谈到了这个人权法案成为法律之后呢 可能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推动做出的这个促进 那您也谈谈这个问题 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刚才杨坚利谈得很 他讲得很对 就是说对会很大的震慑 对这个震慑这个贪腐官员 震慑这些人权施暴者 可能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那么过去呢 因为这个国际法呀 国际人权法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软性的法律 因为国际机构像联合国也好 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好 他不能真正的去执法 所以呢这个在国内 你像这个许志勇啊 这些新国民力量被迫害的这些人 这些高之胜受到这个酷刑的这样的人 还有这个曹顺利死在监狱里边 这样的一些一个人权活动人士 他们顶多也就只能去上访 或者是到联合国提交联合国这个委员会 进行一些道义上的一些个声援支持 但是呢没有真正的那个执法这个能力 让这些人呢 这个让这些人呢 还是让这些这个人权施暴者 还是很嚣张 过去呢大部分的情况 美国的这个传统的做法呢 它是按照你知道过去有一个叫做 杰克顺 Vanik的这个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呢 就是在1974年制定的 这个修正案就把这个移民的自由啊 跟这所谓的贸易这个地位 贸易待遇连在一起 那你要是没有这些共产党国家 你要是没有移民呢 自由的话呢 我就把你这个贸易 这个像作为国待遇 我给你取掉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 它是针对这个国家和政治实体 进行制裁的 那么不对个人进行问责 那很多人呢 就是把自己挡在这个 我是执行命令而已 所以这些人权施暴者 他就是冠冕堂皇的 堂而皇之的说 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的 那么一个人 但是我们知道 过去的这个柳伦堡审判 其实就把这个个人这个犯罪 战争罪这个责任 实际上是要追究的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 马克林斯基 之所以是一个里程碑的 这个法案的 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个问责法 扩大到人权这个领域 那么我觉得未来 对中共的这个 这些人权施暴者们 会有极大的威慑这个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很多人 都是把自己的孩子 把自己的资产 往这边转移 很多裸关 对不对 然后我们如果是把这些 这个他们的资产能够冻结 不准他们在美国 从事商业 有关的商业活动 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好的 现在呢 已经有许多听众 观众朋友们 等候在线上 要求参加我们节目 我们先来接电话 天津的何先生 何先生你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天津何先生 您的电话噪音太大 我们听不清楚 我们下一位 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 福先生您好 山西的福先生 请讲 权贵们 这个那个的 缺什么要什么 缺钱要钱 缺东西要东西 缺这个政治方案 要政治方案 结果遭到了两头封杀 就是国内的民运人士 我的威权人士也讨厌他 我的政府也讨厌他 甚至有的人被那个啥 被当嫌疑人抓起来了 开始寻找这个帖子的发源地 遭到了那个全面的 就是不讨好 不知道你们专家们 说这个是不是事实 还是有一定根据是怎么回事 好的 那我们请我们的嘉宾 回应您的这个问题 首先杨建立先生 杨博士您来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主持人我没有太听懂 这位听众的问题 好的 因为那些口音啊 还是什么的 你能够再重复一下 好像他说呢 就是美国呢 在中国人权这个问题上呢 好像两边都不是特别讨好 是吗 就是对政府 这个中国政府呢 在这个好像对中国政府呢 也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对 同时在中国的民间这方面呢 好像引起的也不是 特别正面的反应 那韩博士您 我也没有太听清楚 这位听众的看法 那好 那这样好了 杨博士 您来讲 这个人权问题啊 实际上它是个普世问题 它普世问题呢 一个国家呢 它对另一个国家呢 的人权问题啊 进行这个帮助 或者干预的话 它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 那个涉及到主权问题的时候 一般独裁者呢 它就拿这个主权问题说事儿 是吧 然后用这个其他的外交上的议题啊 作为阻挡 比如说中美之间呢 它除了人权问题以后 还有其他的这个贸易啊 国家安全问题啊 全球变软问题啊 等等这些议题啊 以这些问题作为这个阻力 让人权问题啊 不能够这个得到这个彰显 所以在外交上呢 常常这个人权问题 是不方便的问题 所以呢 在美国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 当然中国政府是不高兴的 但是呢 如果说中国人民是不高兴的 我觉得这个恐怕要更加仔细的进行分析 有一些老百姓呢 它不了解这个人权议题 人权外交的目的 就会听信这个中国政府所讲说 拿人权议题给我们中国制造麻烦 它这个目的不纯啊等等 所以会引起一些这个中国人的一些反感 如果一个中国人 他真正的关心自己的人权 是不是得到保障的话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无论他是政府还是个人 对于中国的人权进行这个关注 而且对中国的人权进行推动的话 中国人民应该是欢迎的 好的 我们现在呢 有一些网民也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 有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 他在YouTube上发表的言论是这样的 他说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 会不会制裁外国侵犯人权的官员 在美国的家属或者利害关系的人呢 例如会不会取消他们的绿卡和留美资格 另外一位呢 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 他这样说 他说六四镇压的柜子手原木呢 就在美国 他说还有许多人侵犯人权秘名的大陆官员和国安官员都在美国 那么请问马格尼斯基法案 对于这些反人类罪犯会有什么样的制裁呢 其实这是民众广泛关注的问题 就是说如何实施这项法案 这项法律如果被奥巴马总统签署 或者被后来的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了 那技术问题如何实施这些法律 对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法律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情况呢 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会签署 那么他就肯定会成为法律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实施 就是是不是针对他们的 我先回答这个 是不是针对他们家属 这个实施呢 首先是由美国人权劳工这个局来确定制裁名单 执行的单位呢 实际上是这个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控办公室 这个管控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小单位 好像一点不知名 实际上权力非常非常大 那么他们这个有一个名单 就是国家指定制裁的这个名单 现在可能还有好几千 六七千的人在这个名单上面 包括一些公司 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他就是通过控制资产 控制冻结资产 禁止他在美国这个进行这个商业有关的商业活动 来控制 来这个威慑这些一个惩罚 制裁这些人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有些这个官员如果是他是通过家属作为白手套 那么这个也是在制裁范围之中的 因为这次这个法案讲得很清楚 政府官员 外国政府官员 人权施暴的这个外国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帮凶 以及贪腐官员和他们的这个白手套都是在制裁之内 那么如果是家属也是作为白手套 来转移资产 或者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我想他一定是在这个制裁名单里头 以前呢 在Magnisky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间呢 有些比如说有个俄国的这个这个官员 他的儿子在华尔街买2400万的这个公寓的时候呢 那个资产就全部被没收了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涉及到是不是会把他们的绿卡收走 这个在里头没有谈到 但是呢会说吊销他们的这个已经签发的签证 但我想可以这样类推出来 如果是像袁牧这样的人 真正在美国 我们这个犯罪事实又非常充分 能够提交这些这个证据 那么撤销他的这个绿卡 撤销他的现有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移民的这个地位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 那么杨坚丽先生 我们也来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项法案的技术方面的问题 如何实施 如何操作呢 对我接着联朝讲的继续讲 这个法案本身不涉及到绿卡问题 但是呢 如果一个有绿卡的人 他涉及到犯罪 就可以取消 然后递解出境 这个是可能可以和其他的法律结合着使用 我觉得呢 对于中国国内的民众 最重要的是要搜集证据 你不能够说 我把原木这个列在名单上去交给这个美国购物院的人权劳工局 他就会接受 他必须有充足的证据 在有充足的证据的情况下 他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外交上的顾虑 他都不一定就马上的执行 或者就可能永远都不执行 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 他就不可能给你放在惩罚的名单上 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民众来讲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恶劣的人权侵害者这个官员 你就开始比较系统的详细的收集他的这个证据收集这个这个证据链 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的原木 原木在六四的一些表现 当然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人权侵害的这个证据链都给他做出来 如果有人有心这样做的包括李鹏的家族包括原木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证据给他这个收集起来 完整的呈现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名单应该受这个惩罚的名单上 递交给美国的有关的机构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 实际上最重要的对于民众来讲 就是一个名单就是一个收集证据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联朝 还有我其他的一些团队的成员 要写一个行动指南 大家在收集了证据以后 在这行动指南里要告诉你这些证据交给谁 然后剩下的工作 由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权工作者来这个接力 把这个证据提交上去 然后形成一个申请名单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 听众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这项法案 具体如何操作 具体如何实施 您还有什么补充 我想是这样的 这个最重要的 刚才接着讲收集这个证据 的确是收集证据是最重要 那么其中呢有几个基本的信息 我觉得首先要把它搞清楚 就是说首先是这些人的这个 这个人权失望者的他们的姓名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工作单位 他们的职务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生日 这个生日啊因为是这个在这个美国制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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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里头 首先就是把他的生日敲定他的生日才能确定他的身份 这个生日很重要另外就是他的出生所在地 这五个基本的这个信息呢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然后呢附加的信息 比如说他住在哪里 他的地址 然后他的他的资产 他的犯罪事实 这是后来要要跟进的这些 就是他的犯罪事实 他的通过文件能够证明的 不是说一个人你指控 你指控你投诉 你就是证据了 你要提供相关的辅助性的资料 来说明你这个他的确有这样的犯罪事实 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再把它整合起来 一起一起来提交 这个美国这个这个法案呢讲得很清楚 就是一定要有监测人权活动 他的比较可靠的信息 这个信息呢一个是劳工 这个国务院劳工人权局可以提交给他们 同时也可以提交美国国会相关的委员会 包括像中国委员会啊 这个宗教自由委员会啊 还有这个欧洲这个安全合作委员会 这些都是可以提交的 那么我想未来呢 可能公民力量建立 它会组织一些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workshop 就是这个 叫做什么 这个workshop 一个工作机制 对一个就是像讨论 学习 就是来怎么样执行这个法律的一个讨论会 然后呢把它这个怎么样一步一步进行 讲得比较清楚 甚至呢也在考虑它可能在考虑建立一个像一个热线啊 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帮助国内的这些个这个人权活动人士 来利用这个magneticity法案来反制这些个人权死亡者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 对于这个如何操作 如何实施这项法案呢 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呢 做了回答 那讲得比较详细 但是呢许多民众呢 我们收集到的这个情况 看到许多民众呢 对这项法案的震慑效果 还有它的实际效应还不是特别乐观 比如说呢 有人说中国人 中国人犯得上为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那么高兴呢 这个观点认为呢 说这个法案呢 只是对中国那些侵犯人权的这个具体执行人员有制裁作用 这些都是一些低级官员 不一定会去美国 那对那些下达命令的高官往往很难制裁 也很难拿到他们的证据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说马格尼茨基法案的所谓制裁手段 无非就是拒绝入境 冻结在美国的财产 那这些官员不去美国 不把钱存在美国 这些官员在中国还是绝大多数 还有人说 习近平和普京人所共知 他们是中俄人权关系恶化的 最主要的负责人 美国有胆量制裁这两位官员吗 这个是对马格尼茨基法案 那么多年以来 一直持这样的一个批评态度的 但是呢 你要看马格尼茨基制裁的法案 实际上是包括了 在针对俄国的这个方面 包括了一个高官呢 就是他们内政部的这个调查司的司长 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呢这个你不可能对所有的这些人权时报者 而且他就是我们只能说相对来说 跟过去比较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实际的这个实力的 有一个真正能够咬住 跟他们能够施加一些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杠杆 一个工具 那我们从马格尼茨基针对俄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来看 他现在已经把39个这样的这个涉案的腐败官员 放在这个名单里头了 很多官员当然可能在没有资产 但是呢 这些官员都在努力想办法把自己从这个名单里头取掉 想办法找到证据说 我没有设到这个案子 我没有设计这个案子 那就是说还是有证实力 当然有证实力 如果是没有证实力 你没有必要去来想方设法的说服 美国政府把你从那个名单里面取下来 那么最近这个今年年初呢 美国政府又在这个法案上加了一个人 这个就是一个监狱啊 在车城一个监狱的监狱长 这个人呢在迫害人权方面很恶劣 然后他把它加上去了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震慑的 那一步一步来 你不可能一下子针对普京和这个习近平 但是呢底下的这些基层官员 包括这一个稍微忠诚的这些官员 我觉得都会产生震慑的 好的 那么杨博士您的观点 您觉得这项法案呢 对于中国贪腐官员和迫害人权的官员 究竟会有多大程度的震慑效果呢 刚才那位这个听众的意见呢 我不是非常同意 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法案能解决中国的人权的所有问题 也不能指望一个国家帮助中国人权进步 就能够把中国就改变了 中国就民主化了 如果你做这种设想的话 我想不是这个法案出了问题 是你自己出了问题 在我们缺少工具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工具 它到底起多大的作用 那首先它比以前更好 对吧 有这个工具它起多大的作用 又和我们怎么做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个积极态度 不能说 这个法案不能够一下把习近平给解决了 那这个就不是个好的法案 那没有一个 你用这个标准就没有一个好法案了 但是我们想一想 当这个俄国的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的时候 很多的人权工作者都讲 那中国是一个人权侵害更加严重的国家 为什么没有针对中国的马格尼斯基法案呢 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才推动了全球的马格尼斯基法案 我们想想这个法案对中国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的官员 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的话 别说是官员了 就是一般的稍微富有点阶层 如果你说的是中产阶级的话 哪些人在美国没有自己的亲属和朋友 哪些人又不在美国藏密了财产呢 实际上这个官员是很多在美国藏密的财产的 虽然由于外交上的考虑 像很高级的官员 可能不会列在这个被惩罚的名单上 但是谁都不能够保证自己不被列上去 比如说一个公安部部长能够保证自己不被列上去吗 到了中国公安部长这个级别的人 我相信他在美国一定有自己的亲人 而在美国一定藏密着自己的财产 很可能还藏着自己的二奶和小三 所以他在美国的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对他就是一种威慑 而且谁都不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惩罚的事物 它就是一种威慑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另外我还要强调 这个法案多么有效 和我们怎么做有关系 和你怎么做有关系 所以不能说这个和我们没关系 我们要有个法案 一下子把习近平就给解决了 好你要每天这样想的话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最后什么也解决不了 好的那韩先生您有什么问题 我就有一点补充一下 就是我觉得你看美国制裁这个名单里头 过去在缅甸的数百名的高级官员 包括他们最高的军师司令 都在制裁名单里头 就是最高国家领导人都在这个制裁名单里头 那么他现在呢 向民主化过渡以后呢 他们又把这些人从这个名单里头取下来了 所以只要有这个法律的机制 法律的框架存在 那么把习近平公安部长 国安部长放在这个名单里头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只要有一个事件出来以后 美国需要制裁的时候 他肯定会要考虑到这一点 好的那么现在 我看一点点主持人 就是说刚才这位朋友他讲到了 说是不来美国 我还去其他国家 现在马格尼斯基法案 不仅在美国通过了 而且推动者在全世界都在推动 英国的议会刚刚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 而且据专家评估很有可能通过 现在这个力量又在用在加拿大 我相信加拿大完了 澳大利亚 德国等等这些主要的国家 都会通过类似的法案 我相信会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 会成为一种模式改变 在全球形成同样的模式 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的官员的威慑力将会更加大 好的 我们现在网民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这位叫Steve生 这位网民他发表这样的看法 他说美国你不要装好人 光州事件的时候 美国是支持全斗换政府屠杀人民的 台湾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 也是美台关系最好的时候 美国只会反对和他不是一个阵营的独裁者 如果是亲西方的独裁者 美国会支持 绝口不提人权 比如李光耀 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没有和苏联联手 而是和美国联手 估计8964邓小平把学生活埋 美国也只会点赞 不会抗议 那么无独有偶 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善人评的文章 他引述英国的卫报报道 对这个法案提出批评 他引述的英国卫报说 美国2015年警察开枪 击毙了1125人 这当中有多少人是被冤毙的呢 另外他主要就是说 美国人权状况也不怎么样 那么现在你发布全球人权问责法 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呢 韩博士 我觉得他刚才就是说 这个赛文平这个评论 实际上美国的这个 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警察过度执法 但是呢 这些那个1000多人这个里头啊 大部分被击毙的呢 都是拿着武器的 拿着武器想跟这个警察对抗的 而且相当的是这个精神上有问题的 那美国现在也在纠正这方面的 执法过度的问题 这个国家都有人权问题 但像中国这样的制度性的 这个侵犯人权 对人权施暴 这个在世界上可能是 比较少的几个国家了 好的 由于时间的过程 我来现在简单说一下 您再给你10秒钟的时间 好 请 我非常赞成中国通过 类似的马格尼斯基法案 对美国的侵害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 好的 冻结他在美中国的财产 不让他入境中国 好 谢谢 今天啊 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 由于实践关系 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感谢公民力量发行人杨坚利博士 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呢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关注热点问题 抗疫雾霾遭近 成都变成都 请在北京时间晚八点到十点 锁定美国之音 我是许波 下次再会